大波妹子的荒野求生实在是太精彩了 别人的荒野求生都是三天二八顿 但是大美竟然在荒野搞起了烤全猪来 这操作那真是鸭子头顶战青蛙 顶呱呱呀 而为了将捕获到的野猪烤到极致 大美可是拿出了一手极佳的建造手段出来 直接徒手打造出了一座带有风箱的炉子 呼吱呼吱的就让炉火望到飞起的节奏啊 至于大美是如何捕捉到野猪的 本期她将再次展现出超强的打野天赋 制作出来的打野装置 那叫一个牛 直接让大野猪逃无可逃 退无可退 用荒野打野哪家墙 还看大美抓猪王来形容它 那绝对是实至名归 之前大美可是在野外实现了吃肉自由 捕捉到大量河鱼 搞出了烟熏鱼来 还有这烤山鸡等极品真修 而且还建设了一座超豪华的林匿间 简直是过得像是度假一般 最终更是捕捉到了一只极品大竹鼠 拿回家去后那是美滋滋的吃到嗨皮 在家中的宁静休憩之后 大美再次踏上了荒野之旅 回到了那个承载着过往记忆的庇护所 这个现成的庇护所仿佛是大自然对她心情探索的奖赏 为她省去了不少时间与精力 让她能更专注于接下来的创造与挑战 大美并未因此而懈怠 她的心中已有了新的计划 打造一个配备风香的火炉 为了这一目的 她精心挑选了最优质的黄泥土 并巧妙地利用山间清泉进行调和 泥土在她的手中仿佛被赋予了生命 变得既柔软又富有韧性 设计风香 对于这位在野外生存记忆上 芦火纯青的大美而言 既是挑战也是乐趣 她运用圆规的精确原理 勾勒出风香圆形面地轮廓 随后巧妙地添加风道设计 确保风流通畅无阻 接着 她以匠人之心 一层一层地叠加棒状泥土 每一下都精准乌 仿佛是在编织一件艺术品 这个过程中 大美展现出了超凡的耐心与专注 她深知慢工出细活的道理 每一条泥棒都承载着她的汗水与气带 向着风香的高度与深度稳步迈进 同时 她也不忘保持那份独特的风格与魅力 即便是在制作如此实用的工具时 也要力求姿势帅气 让整个过程充满了观赏性与趣味性 为了确保风香的牢靠与蜜蜂 大美在叠加完成后 更是亲自上阵 用湿润的手指轻轻抚平每一道缝隙 反复摩擦 直至风香表面光洁如镜 几乎能映出她坚业而充满希望的脸庞 这不仅仅是对记忆的考验 更是对心态与毅力的模拟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香会在自然的怀抱中逐渐干燥 大美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在等待风香自然风干的见性 大美并未让时间白白流逝 她带着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的热情 再次踏入了她精心布置的逐渐陷阱区域 这个陷阱 凝聚了她无数的心血与智慧 双逐渐的锐利与深坑的隐秘 本应成为捕猎的绝佳组合 然而至今仍未捕获到令她满意的力 这让她心中难免生出几分不甘与好奇 于是 大美决定给这个陷阱来一次升级 增添一组辅助打野装置 让她的威力更上一层楼 正如往常一样 她的每一个创新想法都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巧妙利用 这次也不例外 山林间 几棵粗壮的树木在她的斧头下缓缓倒下 它们将成为新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美将这四根粗大的树干 按照正方形的结构精心绑扎 形成一个稳固的框架 随后 她又巧妙地安装了四根吊装绳索 这些绳索将作为控制装置的关键 她选择了一颗合适的树木作为轴心 将吊装框架固定齐上 并通过精心设计的机械原理 使其能够灵活地被拉伸至高处 而触发装置的设计 更是展现了大美在荒野求生中的创造力与智慧 她利用竹子和木棍 巧妙地编织出一个既快速又灵敏的触发机制 这个装置被放置在远离陷阱的隐蔽位置 一旦有猎物踏入陷阱区域 只要轻轻一拉绳索 便能迅速启动整个装置 给予猎物致命一击 整个辅助打野装置的安装过程 大美都显得游刃有余 她的动作娴熟而有力 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至于剩下的大量的粗木棒鞋 这些木材将是辅助装置的重力配重块 足足的四五根大木头 全部都被大美给放置在了正方形框架上 只要大美在触发条处一触发 辅助装置便会快速地砸落到地面之上 要知道这些木材可是有着几十斤的重量 砸到了可是不轻 不过这点木材还不至于砸死大野猪 而是砸到野猪后 其逃窜过去便会触发逐渐陷阱 当然 如果野猪先触发了逐渐陷阱 那就更好了 完事之后大美还在陷阱周围布置了不少的树枝 这样的话 野猪的逃窜的路线就更小了 不仅如此 大美还在一旁辅助陷阱的触发装置处 给自己搞了一圈的树母围了起来 夜间的时候 她便会在这里等候野猪的到来 而在白天的时候 大美则是回到庇护所处 继续制作她的风箱式火炉 几月下来 风箱壳子早已经晒干了 此时的大美则是在研究风箱叶轮的制作 采用两块质地坚韧的树皮 利用十字开口的木棍夹住之后 再用绳子绑扎起来 这样一个风箱叶轮便完工了 为了保证叶轮使用起来没有问题 大美还特意地在火堆一旁试了下 夜轮制作完毕之后 那必然是要将其装入风箱壳内的 大美先是找了一块带有凹槽的石块 作为夜轮的一段轴瓦 接着将夜轮和风箱壳一一地装上 当然 这样的风箱不可能一直采用手挫的方式 这样手掌可是遭不住了 为此 大美先是在风箱上加装了一组柱框架 用来固定住夜轮顶部手柄 接着再做了一根弓形辅助手柄 手柄上带有一根缠绕夜轮手柄的绳索 一旦前后运动时 便会快速地转动夜轮 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摩擦生活的手段 只是大美将其用在了火炉上 风箱部分制作完毕之后 接下来大美便开始利用黄泥条制作火炉部分了 毕竟开放式的火炉不能够充分地发挥风箱的锋力 而密闭式的火炉能够有效地利用80%以上的锋力 火炉的建设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利用泥条向上堆起 最后再将其表面彻底地抹光即可 完事之后再加入大量的木材之后 便可以运转风箱 让炉火烧得旺旺的 剩下的时间便是利用炉内的木炭 释放出的热量慢慢地将火炉的炉壁泥土给烤干 在大美来回地拉动弓形辅助手柄之下 看看风箱的使用效果 那绝对可以说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顶呱呱呀 有了风箱的加持下 火炉内的炭火温度可是不低 放置在里面的铁片也是被烧得通红 而大美则是拿出了锤子 开始不断地敲击铁片 再放入水中脆火 之后继续灼烧 断打 脆火 就这般的周而复始下 铁片便慢慢地有了刀的雏形 原本就带有一把打野刀的大美 这竟然又要制作一把刀 看样子这一次大美对于吃到野猪肉这件事 那是势在必行啊 打造好的刀具也在大美不断地磨刀下 慢慢地露出了金属光泽 整个磨刀的过程可以说是极其耗费时间的 看看这磨刀石 那是足足地被大美给磨掉了一大块啊 不过有刀是皇天不负凶大的人 在大美不断地摩擦之下 这把新的打野刀也是越发地增亮起来 刀锋之处几乎可以说是布满了寒光 并且大美还找到了一根牛角 利用锯子截断了一半之后 便将其做成了一把刀柄 整个全新的打野刀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削起木头来那叫一个锋利无比 不过考虑到要抓野猪的话 刀有些短 因此大美最后还是寻来了一根长木棍 将打野刀给绑上去 这样一把近乎一人高的打野刀 在面对野猪的时候 使用起来才会游刃有余 下午的时候 大美便来到了辅助打野装置触发卡槽的位置 躲在了夹设的树枝之中 直到大半夜的时候 周围的一响惊动了浅睡的大美 大美透过树枝间的缝隙 小心翼翼地向着外面看了过去 随着画面放大 一道若隐若现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大美眼前 大美等待已久的大野猪总算是出现了 此时的大美也是紧张无比 时刻注意着野猪的位置 等待着野猪进入到逐渐陷阱处 或者辅助陷阱的打击范围内 而当野猪在两者之间时 大美快速地按下了辅助陷阱的触发装置 辅助装置瞬间便会触发 随后逐渐陷阱也是快速地落了下去 很显然 逐渐陷阱是野猪触发的 见此状的大美则是提着打野刀 小心翼翼地冲了上去 这个过程一定要小心 毕竟万一野猪没凉透 突然间对着大美发起反扑 可是极其危险的 感受到下方的动静很小后 大美便开始将配重石块等物件撤走 最后将整个竹剑陷阱给搬开 这才算是将狗带了的大野猪给拿了出来 回到庇护所后 已经是后半夜了 大美放好野猪便睡了过去 直到第二日一大早 来到河边的大美便开始清理起野猪来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算是将野猪毛处理完毕 之后又是一番开膛破度清理猪内脏 就这般的这只大野猪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便被大美给清理完毕了 随后大美将溪流边的火堆灭了 然后扛起了用芭蕉叶包裹着的野猪 回到了庇护所 这只野猪虽然不算特别大 但大美可是个见过大场面的 他以前抓的野猪重达七八十斤呢 不过 这次这只四十斤左右的野猪 正好适合来一场烤整猪盛宴 大美可是个讲究人 烤猪怎能少了专业的烤架 他根据炉子的位置 巧妙地搭建了一个倾斜的烤场 这样火势就能更好的集中 烤得更快更均匀 为了留住热量 大美还特意在烤架旁边立起了猪墙 就像给烤猪搭了个小温室 接着 大美开始动手绑扎野猪 他找来一根长竹子当主轴 再挑了几根结实的竹子 两两一组绑在野猪的前脚和后脚上 这样一来 野猪就被压平了 烤的时候受热面积大大增加 保证每一寸肉都能烤得恰到好处 等火堆里的炭火烧得旺旺的 只剩下红彤彤的木炭时 大美就把绑好的野猪和烤架一起搬到了烤场上 他小心翼翼地把竹子下端插进地上的竹筒里固定住 上端则搭在了一个Y字形的竖刹上 这样烤架就稳稳当当地立起来了 接下来 就是考验耐心和技术的时刻了 大美一边慢慢地转动着竹子 一边盯着烤猪的变化 他得确保烤猪受热均匀 是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烤架 生怕有半点疏忽 随着时间的推移 烤猪的颜色开始慢慢变化 外皮渐渐变得金黄酥脆 看起来就让人垂涎欲低 虽然这只野猪去内脏后只有30斤左右 但烤出来的效果却丝毫不打折扣 大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 他知道 这顿烤整猪大餐一定会非常美味 那烤肉的香气 简直是勾魂夺破 让大美在烤肉的同时 嘴巴里不自觉地泛起了口水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既漫长又美妙的仪式 一边煎熬着等待 一边又享受着那渐渐弥漫开来的美味 终于 当野猪肉烤得金黄酥脆 散发出诱人的光泽时 大美知道 是时候享受她的劳动成果了 她小心翼翼地抽出支撑烤猪的竹子 轻轻地将整只烤猪靠在了一旁的树上 那动作 就像是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接着 大美迫不及待地拿起打野刀 对准猪腿那肉质最厚实的地方 手起刀落 一块块鲜嫩的烤肉便呈现在了眼前 这烤猪的火候掌握得刚刚好 外皮烤得焦黄酥脆 里面的瘦肉却是细嫩多汁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大美并没有急着大块躲 而是精挑细选了几块最上层的猪肉 慢慢品尝 那味道 简直是好到了极点 一口咬下去 汁水在口腔中爆开 鲜美无比 让人回味无穷 但大美的美食探索并未就此止步 他又把剩下的野猪搬回了火堆旁 继续烤制 想要尝试不同火候下的美味 就这样 他一边靠着树 一边悠闲地吃着烤肉 从外焦里嫩得到稍微带点嚼劲的 每一种口感都让他沉醉不离 这场野猪大餐 没有复杂的烹饪技巧 也没有花哨的配料 只有最简单的食言来提味 但正是这份纯粹 让野猪的原汁原味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 大美吃得心满意足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大概就是他所追求的荒野生活的乐趣吧 由于野猪体型庞大 肉量丰富 大美不得不将剩余的美味带回家中享用 如今 大美再次踏上征程 来到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峡谷之中 在水潭的一侧 他决定开启新一轮的荒野建造计划 利用峡谷中丰富的自然资源 大美迅速搭建起庇护所的框架 以粗壮的树木作为支撑 稳固而结实 接着 他巧妙地利用被拍扁的竹子 铺设出一张离地而起的床面 既防潮又舒适 至于屋顶 大美则直接采用了防水布覆盖在木框架之上 既简单又实用 为他在荒野中提供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 除了建造庇护所外 大美还带来了丰富的食材 他特意准备了一大块五花肉 将其精心切割成小块后腌制入味 然后挂在火炉上慢慢熏烤 这样既能保持肉质的鲜美 又能增添一份独特的烟熏风味 而今天的主菜 大美则选择了一道经典的家常菜 土豆烧肉 他将新鲜的土豆与腌制好的五花肉一同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和调味料 慢火炖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肉香与土豆的香气交织在一起 弥漫在整个峡谷之中 当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土豆烧肉端上桌时 搭配着松软可口的白米饭 大美吃得津津有味 满脸都是满足和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 他仿佛忘记了所有的疲惫和困难 只沉浸在美式带来的愉悦之中 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的 大美就砍来了大量的竹子 由于昨天到的时间比较晚 庇护所纷纷还需改建一番 尤其是污面部分 那要是头顶没有一片翠绿之色 大美都不习惯 至于墙面部分 大美则是直接搞了白绿相间的竹锡子 直接固定在木框架子上即可 这一次 大美为了丰富食物的口感 还特意地砍来了几段超大的竹子 并且将它们披成两半 在竹子底部开上口子 方便排水之后 大美便将这些大竹子 绑在了倾斜的木棒之上 并且在四块竹子内 一一地填充满了肥沃的土壤 大美这是打算要将它们搞成菜地 菜地整理好之后 那么必不可少的便是蔬菜了 考虑到蔬菜生长周期 大美主要种植的还是大蒜 毕竟蒜苗的生长速度极快 而且大美带来的还是发芽的蒜苗 估计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吃了 这要是搭配少制烤猪肉 那不得没死了呀 连这几天大美都在附近寻找食物 看看能不能将食谱增加点新食材 但是大美在附近探索时 竟然意外地拽住了一条大尾巴 而且还费了好大力气 像拔河一样 怎么也拉不出藏在暗处的家伙 好奇心驱使下 他找来一根大木棒 一番精心削尖后 变成了他的探宝神器 他对着石块一阵撬动 打算先将石块撬开再说 经过一番努力 石块终于被大美一一撬开 露出了里面的秘密 一条超大的蟒蛇 这突如其来的发现 让大美惊喜不已 虽然他平日里 对皮皮善等美未来者不拒 但这么大个头的蟒蛇 还是头一遭遇见 蟒蛇见到大美 似乎也感受到了威胁 浑身颤抖 想要反抗 不过那里是大美的对手 最终被大美轻松捕获 大美将蟒蛇带到一旁仔细清洗 心中却泛起了嘀咕 这大家伙该怎么处理呢 他抬头望向烤架上 那三块诱人的熏烤五花肉 突然有了主意 既然食物充足 又何必急于品尝这未知的蟒蛇肉呢 于是 他决定暂时将蟒蛇放生 用绳索将它轻轻绑在水塘边 全当是个新奇的宠物 然而 当夜幕降临 大美准备享受一个清爽的泡澡时光时 那条蟒蛇却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虽然他看起来温顺无害 但一想到要和这么个大家伙 共享洗浴空间 大美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最终 他还是决定解开绳索 将蟒蛇放归自然 毕竟 在这荒野之中 保持个人卫生可是头等大事 他已经连续四天没有洗澡了 再不洗可真要变成臭大美了 就这样 大美在放生了蟒蛇之后 心满意足地泡进了清澈的潭水中 享受着久违的舒适与宁静 完食之后 大美还编织饿了一个小竹筐 并且在附近采集了不少的野山损 小竹筐便是用来收集蔬菜的 除了野竹笋外 大美还收集到了不少的绿色野菜 不过要说让他最为惊喜的 那必须属于这颗野生的潮天椒了 而且这里的溪流内小鱼还不少 大美不一会的功夫 就抓到了两三条的小鲫鱼 以及山螃蟹 有了这些食材之后 今儿大美的晚餐 那必然是极为丰盛的 鱼肉熬汤打底 再加上熏制好的极品五花肉 野生的芭蕉花 以及山竹笋和野菜 大美这一顿可是搞了一个清汤火锅 吃的那叫一个好不痛快 久足饭饱之后 再好好地睡上一夜 这才是生活呀 次日一大早 大美便来到了附近的山林之中搜寻起来 并且根据发现的痕迹布置了不少的神套陷阱 而且大美还在一处势壁下方 发现了大型野兽活动的痕迹 为此大美绝对在这里打造一个巨大的陷阱 看看有没有运气能够抓到对方 大美这一次布置的陷阱和之前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虽然最开始时挖出来的都是大土坑 但是接下来最为重要的部分却是不一样 毕竟之前大多数时候都是采用竹剑 当场带走野物 而这一次 大美先是收集来了大量的树藤 接着利用树藤作为编制材料 开始编织起了巨网 编织的方法倒也不复杂 主要还是采用的是十字编织法 大网呈现出来的样子便是方割网 网孔的间距基本上都在15厘米左右 这也表明了大美主打的就是捕捉极品大祸的野心 巨网完成之后 大美又在地坑之上铺上几根支撑木棒 接着再将大网平整地铺设到地坑之上 并且在四周利用垂击入土的木棍挂住大网的边缘 大网捕捉野物时 其中有个最为关键的东西 那便是如何收网 大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便是拿来了一根绳索 当快速拉起绳索时便会收起阵掌大网 不过快速收起绳索 那就必然需要一股巨大的力量才行 于是乎大美砍来了一根木棍 准备利用杠杆原理来收网 将木棍的异端连接在了大网之上的绳索上 而另外异端则是搞了一张小网 并且装入大量的石块作为配种 嘴舟在在大网之上铺设满芭蕉树叶进行掩盖 至于触发卡条便是眼前的这根木棍 它的末端靠在最左侧的平衡杆上 便会快速下坠 拉动大网将猎物收紧在大网之中 有一说一 大美在捕猎陷阱的打造之上 那还真麻雀啄了牛皮屁股 确实牛啊 之后的几日里 大美不仅是布置了不少的打野陷阱 而且还在来到了更远高处的山林内 以至于没有寻到水源时 大美直接对着不少的竹子下起了手 因为这种竹子里面拥有着一定的竹子水 就像是这根竹子 里面大概有着50毫升的水量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还别不信 看看大美这前前后后的 喝了有个五六百毫升的竹子水后 这才又继续地搜寻了起来 不过一番搜寻下来 大美还真是没寻到什么好猎物 但是随着大美的继续查探之下 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铁北幽深的山洞 看着山洞外面还标记着几个红色字母和数字时 大美的好奇心立马便出现了 胆肥的她竟然提着打野刀 就直接进入到了山洞之中 这个山洞整体呈现一种拱门的弧度 高度在接近2米5的样子 不过看上起极其的幽深 即便是大美利用手电筒照射 那也是一眼望不到头 在大美足足地走了差不多50米的距离时 依旧是没有看到尽头 而且越到深处洞穴也开始收窄了起来 此时洞内还不适地发出大量奇怪的声音 这可是把大美给吓了一大跳 当即就开始向后退去 直到快要到洞口处 看到洞口外面的光石 大美内心的恐惧才算是减少了不少 最终大美算是有惊无险地逃了出来 而出来之后 大美砍来了不少的棕榈树叶 直接立在了洞口 将洞口给遮挡了起来 避免有人再次进入 万一出现危险就不好了 不过好奇心实在是太重的大美 在一番纠结之后 还是很像茶青洞内到底有什么生物 为此 大美将打野刀绑扎在了一根长长的竹子上 制作成了一把类似长矛的武器之后 大美又进入到了山洞之中 手握长枪的大美这下心中的安全感高了不少 毕竟只要不是棕熊老虎一类的 拿上长枪的她大概率是能够完成反杀的 再随着大美越走越深 洞内隐约地又出现了不少的声音 大美的心也是跟着提了起来 然而当她来到了洞穴末端之后 这里面竟然什么怪物也没有 而是有着几十只的蝙蝠 洞内奇怪的声音大概率就是蝙蝠活动时 与洞内空间结合产生的声音吧 这可是气得大美挥舞着竹端对着蝙蝠 就是一阵输出 搞了半天就是这玩意在吓唬她呀 一番降维打击之下 大美也是东走了不少的蝙蝠 而且她还在不断地收集大罗下来的蝙蝠 好家伙 之前大美吃皮皮扇就算了 接着这是准备吃蝙蝠的节奏啊 看这样子 大美在里面可是没少抓到蝙蝠 甚至在可以看到洞外光源的地方 大带距离洞口有个十几米处 都收集到了好几只 可是把大美给高兴坏了 离开山东之前 大美则是把树枝给撤了 毕竟里面也没啥危险 美食还能当作庇护所 至于与她手中的这一堆蝙蝠 转眼间便被给清理完了 别看蝙蝠成群结队的飞舞 其实他们每一只的肉身不过巴掌大小 但大美却别出心裁 将这些小家伙变成了诱人的烤串 放在炭火上慢慢炙烤 那手法 简直是烧烤界的艺术家 不得不说 大美真是个吃货界的奇才 什么都敢尝试 什么都能变成美味 看着她那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屏幕前的你们 是不是也心痒痒 不过咱还是提醒一句 安全低 尝试需谨慎哦 接下来的两天 大美可没闲着 她利用竹子的韧性和福利 砍伐出不少的竹子和竹片 竹子作为受力骨架部分 而竹片则是铺设面层 最终大美那是成功地在水塘上 搭建了一个既稳固又凉爽的竹子平台 这天气热得跟蒸笼似的 有了这个平台 大美就可以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感受水面上吹来的凉风 别提有多惬意了 与此同时 大美之前辛勤种植的蒜苗和小白菜 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这些绿色的小生命 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 如今已经长到了可以采摘的高度 大美摘了一些新鲜的蔬菜 准备为自己烹饪一顿丰盛的大餐 她将熏制的恰到好处的 五花肉与鲜嫩的小香蒜苗一同爆炒 那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水上平台 让人垂涎欲滴 再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大美坐在平台上 一边品尝着美食 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简直是人生一大乐事 为了方便用水 大美还特意在水上平台处 架设了一道竹筒水管 这样一来 洗澡水和饮用水就可以分开处理 既卫生又方便 大美的智慧和动手能力 真是让人佩服不如 然而 这几天里大美设置的大网陷阱 却似乎并不给猎 一直没有收获到猎物 但她并没有灰心丧气 反而更加勤奋地磨刀霍火 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期待 仿佛在说 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一次 大美再次来到山林间查看陷阱时 远远地就看到了 呸重石块将杠杆拉下的场景 她心中一醒 赶紧绕到陷阱旁查看 果然不出所料 一只肥瘦的野猪被大网牢牢地网住了 大美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 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开始熟练地处理起猎物来 虽然她没有展示杀猪的过程给我们看 但从她切割猪腰子和猪肝时 那专注而熟练的手法 终不难看出 她是个经验丰富的荒野求生高手 经过一番忙碌之后 大美将切好的肉块再次串成了烤串 并在火堆上搭建了一个竹子烤架 直接搞起了炭火烤串 剩余的猪肉麻大美要么拿回家与家人 共享要么就拿去市场出售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 无论哪种方式都能看出大美不仅是个生存技能 满点的荒野求生者还是个懂得珍惜和分享的人 经过几日的休整之后 大美呢是再也坐不住了 又一次地向着野外出发 继续去追寻属于自己的荒野梦 大美的这次探险之旅 仿佛被幸运之神特别眷顾 路上竟然收获了自然馈赠的野力 至于罕见的野生朝天交 每一份收获都洋溢着自然的香甜与辣椅 让人不禁感叹她的气韵之盛 面对夜幕的降临 大美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适应力 没有选择费时费力的兴建庇护所 而是巧妙地利用地形 将目光投向了那悬崖峭壁之下 寻找起了天然的避风港 经过一番细致搜寻 她竟发现了一处隐蔽而宽敞的炎洞 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她预留的修起之地 这炎洞虽小 却别有洞天 内部空间宽敞 足以容纳树人 高度也恰到好处 让人能够自如地站立行走 四周的炎势如同中城的卫士 将外界的风雨与危险隔绝在外 为大美提供了一个安全而舒适的避风港湾 为了让这个临时家园更加宜居 大美迅速行动起来 她手持便携式兵工产 化身为勤劳的工匠 将洞内的地面细心整平 去除了尖锐的石块和杂草 为即将展开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知野外生存的艰辛与危险 大美更是未雨绸缪 利用洞内的岩石巧妙 构建了一个简易的火堆区 熊熊燃烧的火焰不仅驱散了寒冷与黑暗 更成为了她最坚实的守护者 让任何潜在的危险都望而却步 在火光的映照下 大美开始布置她的临时住所 她先是在平台上铺上了一层防潮垫 确保夜晚的休息不会受到潮湿的侵扰 随后她取出随身携带的锅具 开始准备晚餐 利用洞口不远处那股清澈的山泉水 她采用吊锅的方式煮沸了水 既保证了饮用水的安全卫生 又为接下来的烹饪做好了准备 走了半天的路程 大美的消耗可是不小 此时的她将部分食材给拿了出来 准备先解决今日的餐食问题 路上采集来的野荔枝可是极好的水果 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和水分 而且还有着不少维生素 味道更是没得说 而潮天椒则是可以和其他蔬菜搭配起来制作美食 大美带来的蔬菜还真是不少 不仅有着白菜 香菇和胡萝卜 甚至还有着粉丝 另外还有一些肉末 将它们充分地搅拌在一起之后 大美竟然还拿出来了薄薄的米皮 然后加上混合的蔬菜和肉末 直接卷了起来 搞出来了不少的卷饼 这些食材 尤其是蔬菜部分可是比较容易变质的 为此大美今儿那还是将它们全部给处理了 最后足足地包了五六根的卷饼出来 当然 由于所有的蔬菜都是生的 大美自然还需将其烹饪熟才行 而大美的烹饪方式 竟然是直接采用了油炸的方式 将卷饼先炸的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搞得大美那是忍不住的边吃边炸 实在是美味无比 但是这样吃似乎还不够胃 最后大美又特意地搞了一个大蒜的酸辣汁出来 将食物拿到了一旁的岩石上去之后 一边看着渐渐暗下来的风景 一边美滋滋地吃着今日份的荒野大餐 好山好水好风景 一口一根大卷饼 那叫一个无比的惬意啊 美滋滋地吃完这顿晚餐之后 大美便靠在了火堆边上 美美地睡了过去 毕竟明日还需启程 寻找可以适合搞建设的庇护所位置 这个山洞虽然好 但是周围可收集的食物却是没多少 美美地睡了一夜 一大早的大美便起来了 开始收起自己的装备 准备出发 在翻过这座大山之后 前方的路可是越来越难走 不过随着穿过一大片的草丛之后 大美可是发现了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 而且这个位置上方有着几棵树和藤蔓连接 是个天然的阴凉之地 于是乎大美便将下面的地面给清理干净开来 准备在这里建造属于自己的庇护所 建造庇护所的话 那还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用到不少的木材 在附近便有一片林地 这也是大美选择这里作为庇护所的原因之一 收集起木材来十分的方便 砍来了不少的木材之后 大美先是利用巨子将木材截断成所需的长短 之后又拿来了两根绳子 将其挂在了歪脖子老树之上 每一组绳子的两端分别绑扎上一根粗木棒 这可是悬浮床的受力部位 单是一根绳子便可以轻松地承载下大美的重量 两组绳子的话 安全系数那是足够的高 绑扎好两组基础木梁之后 接下来便是将长方向的木棍 一一地搭设在两根基础木梁之上 这样的话 最终便可以搭建出一个长2.5米 宽1.8米的悬浮平台了 不过这个平台可不稳固 因为搭设的木棍没有固定住 为此大美还拿出了细绳子 来了一个交叉穿梭 将每一根木棍的两端 都和底部基础两绑扎了一起 这样的话 悬浮平台便算是搭建完毕了 不过由于大美接下来 还需在上面增设遮风挡雨的庇护所墙面 来回晃动的平台可是不好操作 为此 大美是直接在平台的四周 加设了固定桩 以此来固定住平台 至于雾面部分的建设 大美打算采用竹子 来作为竹体骨架部分 毕竟竹子在切割成竹条之后 其柔韧性能可是极佳的 用来做污面骨架真是在好不过 切割出适合长度的竹片之后 大美便开始检验起了竹片的腰椎间盘 是否足够突出了 先是将竹片按照一尺的间距 只见大美先是利用 钉子固形在木结构平台的一侧 急着便将竹片掰弯 搭建在另外一侧 并用钉子固定住 这样的话便在木平台之上 形成了一个个的拱形支架 为了后续更好的布置污面材料 以及增加拱形污面框架的稳定性 大美还在上面搭设了 七根水平方向的竹条 将它们均匀地绑扎在拱形污面之上 就此 整个框架部分的竹体结构部分 便建设完毕了 至于污面部分的制作 大美先是将大量的竹子敲碎成片状 接着便让竹片在拱形面上上下穿梭 这般来来回回的 就好似编织席子一般的操作之下 拱形面上便逐渐地 铺设上了大量的竹墙面 而在前后洞口处 大美还搞了一些竹子作为竹窗 这样的话采光性会更好 另外 为了方便使用火源 大美是别出心裁地 在庇护所边上搞了一个竹平台 在上面铺设上了大量的黄泥土 作为隔热材料 最后一番敲击之后 便搞出了一个火堆平台出来 做完这些之后 大美还搞了不少的树藤籃 将其缠绕在庇护所的四周 以此来增加庇护所的隐蔽性 以及美观程度 还别说 这个庇护所看起来 还真是十分的有意思 做完这些之后 大美总算是可以 美美地洗上一个凉水澡了 毕竟长途跋涉家庇护所建设 浑身早就被汗水给包裹了 沐浴后的大美 周身洋溢着无比的惬意与轻松 她悠然自得地取来一张宽大的芭蕉叶 作为自然的餐盘 轻轻铺展 准备迎接这场味蕾的盛宴 今日的食材 是一窥亚冰块宝鲜的牛排 其色则诱人 肉质鲜美 还有两颗鲜亮的水果与圆润的土豆 为这顿饭添上了几分自然的甘甜与朴实 大美先将土豆细细切成条状 放入锅中 金黄色的油花欢快地跳跃着 将土豆条包裹得酥脆可口 不一会儿 一盘香气扑鼻地炸土豆条便呈现在眼前 令人垂涎欲滴 随后 重头戏上演 黄油香煎牛排 大美手法娴熟地让牛排与黄油在锅中相遇 发出滋滋的美妙声响 再撒上一把切碎的大蒜与几片迷迭香 那香气瞬间弥漫开来 仿佛将整个庇护所都染上了一层诱人的香气 她悠然自得地品尝着餐前水果 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牛排在大美的精心烹制下 逐渐变得外焦灵暗 她坚持将其煎至十层熟 那份对食物独特的偏爱与执着 让这份牛排更加符合她的口味 最后 淋上浓郁的黑胡椒酱 为这顿晚餐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篝火旁 大美手持刀叉 细细品味着这来之不易的美食 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爱 疲惫与劳累 在这一刻仿佛都被这份美味所融化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幸福与满足 餐后 大美心满意足地回到庇护所 躺在柔软的防潮垫上 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 期待着明天新的探险与挑战 睡上一夜之后 大美先是将夜间加盖的防雨布区给取了下来 接着来到了溪流边洗了把冷水脸 这下子精神立马变上来了 今儿的她先是将火炉给加高了不少 不过大美似乎对于这个火炉很是不满意 因为接下来的她打算建一个土造 只见大美先是砍来了不少的树木和竹子 接着将几根树木敲击到泥土之中 搞出了几根立桩 而后又将竹子切割成片状物 利用竹片将长竹条卡在了树桩之间 这样的话便形成了两张立起来的竹墙 长方向上是这般的处理 短方向上那也是没有逃过建立竹墙的命 最终在大美的一番悄悄打打之下 便搞出了一个空心的长方体结构 完事之后的大美则是就近的在附近挖起黄泥土来 这些黄泥土由于有蚂蚁窝的原因 其年性可是要比一般的黄泥土更好 大美将收集来的黄泥土 全部都放入到了竹子围城的筐之中后 又拿出了小锄筒 对着这些块状的泥土敲击了起来 这样的话后续才方便处理它们 在将绝大部分的黄泥土都敲击成小块状之后 大美便利用竹筒打来了不少的吸水 浇灌进去后再用锄头进行了充分的搅拌 搅拌好黄泥土之后 接下来便是要预留出土造的炉塘口部分 只见大美寻来了几片岩石 利用两片岩石隔离黄泥土 将炉塘的前端部分给隔了出来 而顶部则是利用一块扁平的岩石盖住 之后后方的炉塘部分 则是采用了三块岩石立起来隔出空间 最后便将大量的黄泥土从一侧掏了上来 开始对着土造的面层以及内部开始做起了抹面低火 这般的操作对于大美来说还是颇为简单的 不一会的功夫就将整个土造的面部摸得那叫一个光溜溜的 看起来沙是好看 至于土造顶部为什么会有两个孔洞 这第一个自然是出火的位置了 后面的个可是大美预留的烟囱道 将一根大竹子砍开之后 将里面的竹节打通 接着再组合在一起 放在烟囱道之上便是烟道了 不过为了烟道能够长久使用 大美还在其外部抹上了大量的黄泥土 毕竟竹子可是不耐高温的 土造的部分那算是基本上处理完了 但是土造另外一侧的空间那是必须处理的 这次大美再次如法炮制地搞来了满满的黄泥土 并且采用泉水浇灌和混合后 又一次地做起了抹面地工作 将面层抹光 之后大美还切割出了大量的竹片 做起了贴砖的活迹 不过贴的可不是瓷砖而是竹片 就大美这贴砖手艺 那绝对的是荒野独一份的存在 而这个位置未来将会是大美的餐桌部分 最终大美那是成功地搞出了一套看似困难 实则不易 但是又兼具美感与实用性并存的土造餐桌一体造 这样的土造与餐桌巧妙融合的设计 无疑是创意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令人赞叹不已 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的双重作响 确实堪称鸭子头顶战青蛙 顶呱呱的佳作 然而 评判其是否绣花枕头 中看不中用 还需实践来检验 大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设计的卓越性能 炉火熊熊 火焰旺盛 充分展现了土造强大的火力 足以应对各种烹饪需求 而炉口处几乎不见烟雾缭绕 唯有烟囱顶端青烟鸟鸟鸟 这优异的排烟性能 让人不得不佩服其设计的精良 论及实用性 土造更是无可挑剔 无论是烹煮方便面的小锅 还是兼制鸡蛋的平底锅 都能在这火炉口上游刃有余 火力传递均匀且高效 即便是厚实的牛肉也能迅速煎熟 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让人垂涎欲滴 然而 对于忙碌了一整天的大美而言 此刻的他早已将土造的使用效率抛出脑后 满心满眼都是即将呈现的美食盛宴 一天的辛劳 唯有美食能解千仇 于是 辣炒泡面与香煎牛排的绝妙搭配应育而生 那滋味 简直是味蕾的极致享受 让大美吃得津津有味 心满意足 餐后 一杯暖意融融的茶水 不仅去散了身体的疲惫 更让心灵得到了慰解 在这温馨的庇护所内 大美终于得以放松身心 安然入梦 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与安详 不过这一次大美的睡眠时间可是不长 半夜的时候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小雨 大美可是起来将防水布给搭在了庇护所之上 毕竟接下来她准备来上一波夜间打野 万一下雨了 回来的时候也不至于庇护所都是是的 不过在打野之前 大美还需要好好的将打野装备升级一番 尤其是刀柄比较短的打野刀 将其手垫部分取下来后 再将打野刀部分装在长竹竿之上 便是一把长毛了 毕竟一寸长一寸强了 大美此次探险 显然做了充足的准备 她的打野装备更是别出心裁 充满创意 在原有的打野刀基础上 她巧妙地利用绳索绑砸了四根削尖的竹剑 使得这把武器攻击范围更广 威力倍增 这样一把武剑环绕的打野刀 即便是森林中的猛兽剑了 恐怕也要退避三射 更别提那些寻常猎物了 然而 大美此行的目标并非与猛兽争斗 而是温和地寻求西流的馈赠 她带着这份精心准备的装备 晚心期待地来到了西流边 开始了她的核仙捕捉之旅 幸运似乎格外眷顾这位勇敢的女子 刚到西边 她便轻松地捕获了一只山螃蟹 那份喜悦之情易于言表 接着 大美的运气更是达到了巅峰 她的目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大鱼的身影 毫不犹豫地举起鱼叉 精准无误地刺中了目标 那是一条一斤多重的青道夫 被大美一击击中 仿佛经历了天灵盖漏风的快乐 瞬间成为了她的囊中之物 这一连串的顺利 让大美的开局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然而 好运似乎并不总是长半左右 在接下来的捕鱼过程中 大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她深入深水区域 一次次满怀希望地投掷鱼叉 却一次次与猎物擦肩而过 只留下水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和心中的一丝失落 但大美并未因此气馁 她深知成功往往隐藏在无数次失败之后 于是继续坚定地在水下探寻着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大美的坚持与努力再次得到了回报 她又一次准确地命中了目标 捕获了第二条青道夫 这条同样重达一两斤 是今晚的第二份大礼 加上之前捕捉到的几只山螃蟹 大美的收获可谓泼风 夜幕降临 大美带着满满的战利品 也是结束了今日的夜补之旅 尽管前一晚的夜补让大美收获泼风 但清晨醒来 她却感受到了身体的不适 夜间的寒风似乎悄悄清洗了她的身体 带来了一丝感冒的征兆 对于荒野求生者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大美并未因此退缩 她深知保持冷静与行动的重要性 她首先着手处理捕获的食材 以确保其干净卫生 青道夫的鱼肉被她细心地分割成四大块 每一块都承载着对美味的期待 而那些山螃蟹 也在她的巧手下被清洗干净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烹饪 大美深知 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 更需注意饮食的安全与卫生 以免雪上加霜 在准备食材的同时 大美也展现出了她的智慧与资源利用能力 她利用火堆制烤鱼肉 既方便又快捷 同时还在附近寻找起对缓解身体不是有益的树叶 这份对自然的敏锐感知与利用 让人不禁对她的生存技能刮目相看 更为令人惊喜的是 在收集树叶的过程中 大美意外地发现了一株山药 这对于此刻的她来说 无疑是上天的恩赐 她立刻拿起打野刀 开始了挖掘工作 尽管山药藤看似纤细 但下方的根筋却异常丰扰 一根接一根的山药被她小心翼翼地挖出 其中一根更是重达一两斤 为她的食物储备增添了宝贵的能量来源 面对这些来之不易的食材 大美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期待 当然 作为十口棺材七口歪 三观正的大美 那自是不会干劫则而鱼的事 走之前还特意地砍了一截 带有山药藤的山药块 种在了土地之中 回到庇护所的大美 可是没有先处理山药 而是砍来了一根大竹子 并且按照自己的需求 将其聚成了几大段 其中最长的一截竹子 那是直接放置在了土造的火炉之中 确认高度合适之后 大美又利用了打野刀 对着竹筒内就是一顿鼓刀 直接将上端的竹节 给彻底地打通开来 同时还在第一截竹子的竹节上方 利用打野刀开凿出了一个孔洞出来 这个孔洞不出意外的话 会套入一个细一些的竹子 当然 这个细竹子那也是没有逃脱 被大美直接捅穿的节奏 毕竟大美正是打算打造一个蒸发装置 将采集到的树叶的精华煮出来 接下来大美先是将大竹子 放在了火炉的炉口之中 然后又将小竹筒 插在了大竹筒筒身上的洞内 最后这才将洗干净的几种树叶 给拿了过来 想要蒸留树叶的话 首先必须需要水源 大美先是在大竹筒内 加上了山泉水 接着这才将收集来的树叶 按照不同类别 一层一层地加入到竹筒之中 最后时刻又一次地 根据树叶的量 补充了足够的水源 毕竟蒸发的话 可是个极其废水的火 而且为了防止蒸汽 直接从竹筒端部飘走 大美还特意地搞了几张芭蕉树叶 将竹筒的末端给封堵了起来 另外大小竹筒的连接部位处 可是有着不少的小缝隙 这个地方也是被大美利用黄泥给堵上了 当然 想要得到大量蒸汽的话 火那是必须得烧起来才行 做完这些之后 大美这才开始处理起山药来 将挖到的野山药一一地切成了款 而此时烹煮的螃蟹也是已经熟透了 大美便将其给倒了出来 毕竟小波这回可是要用来煮山药了 在将山药煮上之后 大美又在旁边砍了不少的干竹子 继续地投入到了火堆之中 随着热量上去 长竹子的末端也是开始有了蒸汽的出现 见此状的大美那时立马便回到了床上 将背包之中的厚被子给拿了出来 把自己和蒸汽捂在一起 做起了大美老家的一种类似蒸桑拿的做法 这个时候的蒸汽由于长竹子比较长 流过来的时候温度已经是比较的合适了 就这般的 大美可是在里面直接逮上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算是完成了桑拿过程 经过这般的操作后 大美虽然浑身都是汗 但是自己却是感觉好了不少 整个人也是精神了许多 于是乎便将桑拿装置给直接拆除了 毕竟大竹筒用上一次也算是基本上报废了 做完这些之后 大美这才将烤鱼以及煮螃蟹等食物都拿上了餐桌 开启了美食食客 此时的烤鱼早已经是烤得焦香四亿了 先后被大美一一地从竹签之上剪了下来 而山药则是煮得十分的软糯 一看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再加上大美还带来了番茄辣椒酱 酸甜辣 那是一味都不少 搭配着鱼肉吃起来简直是好吃的冒跑 让大美不由地点头较好 当然 山螃蟹部分那也是香味十足 虽然没有烤的那般香 但是煮熟的甜度更高 这一餐 吃的大美那叫一个心满意足 好不痛快 不过虽然通过桑拿之后 大美是好了不少 但是为了安全着想 大美在饭后还是决定收拾东西 准备打道回府 毕竟回去的路途可是比较远 切尔往回走的话 大带率都还需要再找地方住上一页 要知道来时的他 可是翻山越岭的再到了这里 回去的路途之中 大美可是没有那般精准地找到来时居住过一页的那个洞穴 但是却是在另外一处悬崖下方发现了新的洞穴 眼见还有不到三小十天就要黑了的情况下 大美也只得再次先住上一夜再走了 不过这里的洞穴错综复杂 大美最后选择了一处边缘地带的小洞 打算在这里建造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将周围的杂草鞋一一地清除掉之后 接着又利用树枝将洞口的地面部分给清理干净 至于洞内的这一小块地方 用来作为睡觉的位置那是再好不过 大美先是在里面铺设了几张芭蕉叶隔离地面的泥土后 接着又将防潮垫直接给铺设了上去 这样的话夜间便有了荣森之地 不过这般荒郊野外的 庇护所的洞口那是直接大开着可是很危险的 主要是后面没了退路 为此 大美一来是搞来了不少的木柴 在洞口升起了火堆 二来是拿出了紧急时刻才会使用的食物 放在了烤架之上烤了起来 三来是砍来了不少的棕榈树叶 将树叶的一半砍下来之后 直接在立起来的另外一半之上搞起了编织来 经过一番精心的编织 一排排绿白相间的织物如同自然的屏障 优雅地悬挂在庇护所的洞口前 它们虽非同墙铁壁 但在夜幕低垂时 却能为大美的小小天地提供一份温馨的遮挡 隔绝外界的寒风与窥视 意义非凡 随后 大美巧妙地利用起收集到的蜗牛壳 将它们改造成一盏盏别致的蜗牛灯 短绳作为灯芯 静静躺在壳内 食用油倾泻而下 化作燃料 点燃之时 灯火摇曳 发出柔和而温暖的光芒 将洞内映照得如梦似幻 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 随着食材在火堆上渐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天边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悄然隐去 大美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美式时光 而这一次 它还特意准备了一瓶老白丹 身体的不是让它更加珍惜这份温暖与味解 一口烈酒下毒 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疲惫与寒意 让夜晚的睡眠更加深沉与安稳 月光如水 洒在大美的身上 它满足地躺在自己的临时小窝中 心中充满了感激与宁静 这一夜 它睡得分外香甜 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夜色一同消散 次日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树梢 大美已收拾好行囊 准备踏上新的旅程 它细心地熄灭了火堆 确保不留下一丝痕迹 然后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予它庇护与温暖的地方 我们期待大美快快康复 带着更加饱满的精神与活力 满血归来 继续它的荒野探险之旅 经过一周的充分修整 大美已焕然一新的姿态 再度踏上荒野求生的争取 这次 它身边多了一位忠实的伙伴 一只被幸运选中的狗子 它仿佛自带气韵光环 为这段旅程增添了更多未知与可能 一人一狗 历经长途跋涉 终于觅得一处理想之地 石壁下方的幽静空间 这里地势开阔平坦 更有悬挑而出的石块自然形成遮蔽 为建造庇护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相较于以往悬浮于空中的居所 大美此番决定脚踏实地 利用周围的自然资源 打造一个稳固而温馨的地面庇护所 竹子 成为了此次建造的主角 这里的竹子质量尚成 竹壁厚实且硬度非凡 大美手中的刀具每一次切割都显得油热眼 足见材料之优良 如此坚韧的竹子 无以为庇护所的可靠性与耐用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美的庇护所设计巧妙 与其说是避难之所 更似一张精心打造的床铺 因为竹体庇护其实是一个现成的岩石洞 而大美所建的小空间则更像是这张床的延伸 四根竹子立柱稳固地支撑起横梁 竹片铺陈其上 形成平整的睡眠区域 顶部则是巧妙地利用延伸的竹子搭设起框架 覆盖上防水部 既遮风挡雨 又防蚊虫侵扰 宛如一层轻盈的蚊杖 让整个庇护所显得更加温馨与安全 得益于合理的设计与优质的材料 庇护所的建设过程异常顺利 大美与她的狗子很快就在这片荒野中拥有了一个温馨的避风港 完事之后的大美那是直接找来了三块十块 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便是一个火堆了 另外还在火堆上方架设了两根立柱和一根横梁 便是一个烧水壶的悬挂位置 上方烧水壶 下方还可以放置平底锅 毕竟今儿走了几个小时的路程 加上建设庇护所 饭都还没吃呢 为此大美那时将带来的面包片一一地放进了锅中 稍微地煎烤了一番 当然 只是吃面包片的话 那是很难维系住大美的身材的 为此大美还将带来的午餐肉罐头给开了 直接将午餐肉均匀地涂抹在面包片之上 再来上一些番茄辣椒酱 最后加上一片生菜 盖上一片面包 便是一块三明治了 吃起来味道还是相当的巴适的 当然 天选之子气韵之狗自然也是美滋滋地跟着大美混了一顿饱餐的 美美地吃完一餐之后 天也逐渐地黑了下来 忙碌了一天的大美也是快速地睡了过去 毕竟第二天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今天的任务便是好好地恢复体力 次日一大早 狗子都尚未醒来时 大美已经起来了 而且为了保持满满的活力 大美还为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好好地提了个神 随即带上了打野刀的她 来到了附近巡查了起来 毕竟对于周围了解的越多 生存起来就越方便 而且这个过程之中 大美还在附近的芭蕉树林之中 收集来大量的干枯的芭蕉树叶主脉络 这种芭蕉树叶的脉络不仅比较蓬松 而且还有不错的韧性 不过目前它们还是有不小的适度的 为此 大美可是直接在火堆上方搭建了一个竹子平台 将芭蕉树叶放在上面之后 利用下方火堆的热量 便可以将剩余不多的水分给彻底地蒸发掉 不过这个过程可不是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 尤其是中途的时候 还要来回地给树叶翻面 以便让所有的树叶都尽可能均衡地脱水 在这期间 大美还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并且将它们分成了竹灭和竹筒两部分 竹灭部分主要是用来编织竹筒的进口 宽竹条作为轴 细竹条则是围绕轴来回穿梭 这样便形成了一道圆锥形的进口了 至于卡柱进口也是很简单的 大美先是采用了烧红的铁丝 直接烧穿了竹筒 接着将进口放进去后 再采用竹条穿过竹筒 便可以将进口卡住 这一次大美为了捕捉到和鱼 可是足足地打造了六七个捕鱼竹筒 不过想要捕捉到鱼的话 鱼儿可是不能少的 而大美也是极其地舍得下饵料 收集到的山螃蟹都不吃 直接敲碎了便是捕鱼饵料 将其放入到竹筒内之后 再鼓刀到底部后即可 下方鱼龙之际 位置的选择也是十分的重要的 尤其是在有落差的水流处 下流较为平缓的位置放置鱼龙 可以说是最佳位置 为了防止鱼龙漂浮起来 那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采用石块压住鱼龙的 做完鱼龙的放置之后 大美便回到了庇护所 先是对着熏烤已久的 芭蕉树叶检查了一番 听听这清脆的声音 此时的芭蕉叶 已然是烤得比较的干燥了 而大美则是又开启了编制工作 编制的方法也是十分的简单 就是最为常见的十字编织法 不过由于芭蕉树叶的 主经脉比较粗大 为此大美编织起来的速度 可是十分之快 不一会的功夫 一张质地柔软 外观古朴大方的床垫便成形了 这工艺 这外观 那真是没得说呀 忙忙碌碌的一天 时间也是过得飞快 吃了剩余的面包之后 大美便在新床垫之上 美美地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之后 那便是开启收取捕鱼竹笼的火锦 为了收鱼大美 可是将自己的小冻锅都给拿来了 鱼竹筒果然不负大美所望 首个竹笼便传来喜讯 只见其中蜷缩着一条肥瘦异常的大黄扇 他奋力挣扎 企图逃离这狭窄的空间 却无奈地被结实的锅盖牢牢阻挡 只得乖乖就范 紧接着 大美满怀期待地转向下一个竹笼 手指灵巧地拆除竹签 轻轻提起鱼笼口 只见里面鱼儿攒动 数量颇为可观 一轻之下 数条鲜鱼跃然眼前 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家伙 他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 仿佛是大自然对勤劳者的馈赠 可是随后的几个竹笼内的鱼货数量就少了 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超过两条 但是目前总的收获还是十分的可观的 为此 大美的心情依旧是美美大 在将鱼货和捕鱼竹笼全部收回来之后 大美又在附近砍来了不少的细竹子 并且利用打野刀将每一根细竹子的竹节部分一一地打通开来 这样便有了大量的竹子管道 使用这些竹子管道 大美便可以通过不断地搭接 将上游的山泉水一一地引到庇护所附近来 虽然这个距离可是不短 但是这样做的好处太多了 最为重要的便是每次用水不用跑到远处去取水 将水引来之后 大美又对着大竹子动起了手来 在六根竹子之上劈劈坎坎的 最后便组成了两组三脚架 而后大美又在引来的山泉水一侧的地面之上 利用锄头挖出来了一个泥坑来 在将两组三脚架放置进去之后 为了让其稳固起来 大美采用了泥土为田并且夯实 完事之后再在架子上面铺设上一堆的竹片 形成了一个竹子平台 最后的话还需采用竹灭绑扎牢固 架子铺设完毕之后 大美又收集来了不少的黄泥土 并且一一地敲碎开来 这样在之后加上山泉水的时候 才能够将其更好更快地搅拌均匀 形成黄泥土稀泥来 而这些黄泥土稀泥 那可是大美在竹子平台之上 搭建一个火炉的极佳材料 利用黄泥土搭配上石块之后 便可以在上方砌柱出一个火炉来 火炉制作完毕之后 大美又拿出了打野刀 在几根长短不一的大竹筒之上 开出了一个个的小孔来 这些小孔最后还需插入一小截的竹子 作为水流的通道 将它们组装在一起后 再搭配上火炉的加入 大美便可以获取到持续不断的热水 为了方便操作 大美先是将三节竹筒 按照要求绑扎好在一起 接着便将其放置在了火炉之中 随后将山泉水引来 这样的话第一节最高的水桶满了 水流便会通过细竹子流向第二节竹筒 之后便是第三节 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在确保竹筒部分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大美便开始在火炉内升起了火来 随着火源不断地加热竹筒内的水源 大美便可以持续不断地获取到热水了 当然 这个过程之中 第一次的时候 三个竹筒内满水后便可以断开 等到加热后 才引来凉水 作为这套全自动热水装置的创造者和设计者 大美在等到热水好了之后 那是迫不及待地享受起了自己的流量 劳动成果 美滋滋地写了一个热水澡啊 在这荒郊野外的 能够实现热水自由 那真是可以说是荒野独一份的存在了呀 美美地洗完澡之后 大美这才开始将收获到的鱼货给拿了出来 准备制作今日份的大餐了 大鱼直接打上花刀 这样的话不仅是方便入味 也是方便成熟 至于鳝鱼的话 那是先将鱼身拍碎 让鱼肉松散 紧接着又将鳝鱼切割成鳝鱼段 然后还需要在所有的鱼货之上涂抹上大量大蒜以及适量的盐 最后才搞了一个竹子烧烤网 将黑鱼以及扇鱼段一一地铺设在了烧烤网之上 利用炭火做起了极品烤鱼来 木炭烤肉那可以说是烤肉界的最佳配者 加上合适的炭烤高度 这样才能保证烤肉达到最佳的口感 随着时间的流逝 炭火的热量那是一步步地将烤鱼烤得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闻起来都不由地流口水 夜幕降临 美师傅结束了一天的辛劳 烤鱼在火光的映照下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预示着晚餐的盛宴即将开启 她首先慷慨地将第一口美味赠予了忠诚的狗子 那满足的眼神和欢快的摇尾 让大美的心中充满了温暖与喜悦 随后 她自己也细细品尝起这精心烤制的鱼肉 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物 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满足 餐后的时光 被一抹温柔的月光轻轻覆盖 大美与狗子相依而眠 享受着这难得的安逸与宁静 一夜好眠后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 洒在了大美的脸上 唤醒了她对新一天的期待 带着打野刀 大美踏上了探索附近山林的旅程 她的心中已有了明确的计划 寻找新鲜的蔬菜 为身体补充必要的维生素与膳食纤维 竹林深处 是她此行的目的地 那里不仅有她钟爱的竹笋 还隐藏着无数自然的馈赠 果然 竹林不复所望 不仅竹笋遍地 连珍贵的鸡聪军也成群结队地生长着 然而 大美却对鸡聪军视而不见 竟只走向了她心中的目标 竹笋 她熟练地挖掘 挑选 不一会儿 便收获了满满当当的几十颗竹笋 这些竹笋包去笋壳后 依然数量可观 两大串沉甸甸的 几乎让人难以首提 面对如此丰富的收获 大美开始思考如何处理这些竹笋 以免浪费 她深知 简单的储存方式难以满足长期保存的需求 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法 至于大美的处理方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这潮湿茂密的雨林环境中 时间仿佛成了最奢侈的资源 竹笋的鲜美保质期不过短短数日 大美深知 若要让这份自然的馈赠得以长久延续 必须采取行动 胭脂虽是一种方法 但在这资源匮乏的野外 既无事宜的弹罐 又缺足够的盐巴 显然飞上侧 于是 她将目光转向了更为古老而实用的方法 制作竹笋杆 不过 大美的处理方式并非简单地晾闪 而是融入了巧思与智慧 她首先选择将竹笋精心烹准 这一步骤不仅有效去除了竹笋中的苦涩 还减少了其内部的水分 为后续处理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 她巧妙地利用手边丰富的竹资源 编织出简易却实用的烤架 准备将这份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另一种风味 随着烫火的燃起 烤架上逐渐铺满了切好的竹笋片 它们在微热的火焰与鸟鸟升起的烟雾中缓缓蜕变 这不仅是一场物理上的脱水过程 更是一次风味与质感的升华 竹笋在炭火的温柔拥抱下 渐渐失去了多余的水分 变得柔韧而有嚼劲 同时还吸附了淡淡的烟熏香 成就了一种独特的风味 熏竹笋 大美耐心地维持着火源 确保每一片竹笋都能均匀受热 享受着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在她手中逐渐转化的喜悦 一下午的时间 大美那时就吃了两根竹笋 虽然竹笋好处多 但是一顿饭都是竹笋 那还是有些难受的 为此 夜间的时候 大美可是带上了头灯 直接在溪流之中开启了打野行动 而且一开局就拿捏住了一只山螃蟹 紧接着一番搜寻之下 大美又在前方的水坑内 发现了一条十四五厘米长的河鱼 当场就送了对方一记暴击 不得不说大美那叫一个运气爆炮 这样的开局就是两个极品好货 为了防止对方逃走 大美还将一鱼一泻用树藤给绑 等候搜寻之下的大美 又在前方发现了一条大鱼 夜间的溪流之中 鱼儿会比较呆滞 捕捉起来相对会方便很多 唯一需要小心的便是注意四周 可能出现的毒蛇和野兽 好在大美可是身经百战的打野高手 那是不怕对方不来 赶来的话保证会让大美加餐的 可惜这么黑的夜色之下 抓鱼抓了一个多小时的大美 硬是没遇到能加餐的野物 最终只是打到回府去了 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 次日一大早的大美 那时带上了狗子就向着山上巡视了起来 庇护所附近的几个方向都看过 唯独这里没来过 而一来到这里 山上竟然滑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可是给大美来了个下满威 见此状 大美也是沿着崖壁侧面开始勘察了起来 毕竟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出现石块掉落的情况 除非上面有野物触摸 不过这里的岩石似乎不怎么牢靠 敲击的时候声音都比较空 为此大美可是十分的小心 也是依靠着极其谨慎的态度 在听到了异常声音之后 大美那时一边抬头看去 一边后退 这才显之又显的避开了落下来的巨石 着实是惊险无比 但是即便是这般 大美在向后退去的时候 那也是直接摔倒在地 脑袋似乎还和大帝接触了一下 大腿不知上则是被刮伤了 面对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遭遇 大美倒是比较淡定 但是一旁的狗子那可就十分的着急了 幸运的是大美并无大碍 就是走起路来有些一瘸一拐的 退回到庇护所之后 大美先是处理了下皮外伤 好好地给大腿包裹了一些消毒后的布料 受了伤的话 饮食可是不能差 于是乎大美把昨夜抓到了几条鱼都给烤了 而经过了一天熏烤的竹笋也是干了很多 但是似乎是老天不作美 突然地就给大美来了一场雨 见此状的大美那还是赶紧地将竹笋干给转移到了床上 毕竟这些笋干要是被大雨淋湿可就不好 云水淋湿的话会影响笋干的保存时间 而且在口感和味道上也会大打折扣 烤鱼处大美倒是不担心 毕竟小火堆可是被烤架上的席子挡住的 不多时候 烤鱼烤的那叫一个娇香四溢 而大美也是将它们全部地拿到了庇护所内 和狗子吃起来烤鱼大餐 烤鱼的味道十分地不错 毕竟是纯野生无染的环境下 这里的鱼肉那绝对是鲜美得很 吃得狗子那叫一个不亦论活 不过此时的大美 其心思可是没有在烤鱼上 而是在想今天两次落下来的石块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 想不明白的它 在等到雨停之后 又一次地带上了狗子上山查看了起来 不得不说大美这真是胆肥的意识 也不怕一不小心再遭遇到落实袭击 都说好奇害死猫 但是今儿的大美那还是直接走了大运 从另外一侧上去之后 一番查看下 大美竟然发现了一只山羊 看着高处滑落的痕迹 这只大山羊大概率是从上面摔落下来的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在想到之前掉落的山时 大美猜测也是这只山羊踩落的 先前天上掉石头 这会天上掉馅饼 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 大美那是毫不客气地就将山羊打包带走了 毕竟这样的极品好货可是不小 足足地有着三十多斤呢 收获到这般的极品野物之后 大美那是哪有心情继续在这里熏竹损干啊 而是将这只大山羊给处理了 处理之后的山羊倒是没有想象之中的大 不过那也是足够地给力了 大美那是将其直接给放在了烤架之上 搞起了烤全羊一般 看得狗子那是一愣一愣的 当然说是烤全羊 其实也是算不得 毕竟大美还搞了一只羊后腿来 打算作为今儿的晚餐 在将羊后腿抹上了大量的椒盐之后 大美还在上面打上了花刀 将带来的大蒜一一地放到了羊肉之中 这样的话便可以用大蒜的蒜香来对抗羊肉的山味 不得不说再吃一道之上 大美那真是鸭子头顶站青蛙 顶呱呱呀顶呱呱 羊腿肉部分被大美放在了靠近火堆的位置 这样的话肉会熟得比较快 至于整体的羊肉部分则是放在了距离火堆较高的地方 这样的可以慢慢地熏烤 保证后续带走时羊肉足够地干 等待羊肉成熟的时间 大美还需要时不时地将羊肉翻转一下 查看查看火堆的火力等等 当然大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便是之后如何带走羊肉以及大量的竹笋干 为此大美可是直接搞起了编织 利用细竹条搞出了两个简易的竹框 这一看就是要挑着这些物资走的份了 而在这期间 大美的烤肉也是越发地漂亮了起来 尤其是烤羊腿肉 那叫一个色泽金黄 香味浓郁啊 绝对是极品美味 看得一旁的狗子那是忍不住就想要铺上去来上两口 却是被大美直接给按住了 最终带到羊肉彻底地成熟之后 大美这才将其给拿了上来 拿到床上用芭蕉叶拖底子之后 大美那还是开始切割起了羊肉来 这一刀下去就将打算大蒜给切割到了 这个位置的肉可以说是最好吃的 大美倒是没有给自己先来上一款 而是先给留着哈拉子的狗子搞了一款 之后自己才开吃起来 一口下去那叫一个美味无比啊 就这般的 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风景 聆听者自然之音 火堆上烤着烤全羊 嘴里吃着烤肉 那简直是一种无比舒适的享受啊 而吃饱喝足休息好之后 原本计划明天走的大美 突然改了主意准备立马离开这里 结束这次的荒野生存了 毕竟手中有着大量的竹笋肝需要处理 还有烤全羊这两天也吃不完 为此大美那是拿出了防水布 将竹笋肝部分直接包裹了起来 最后还利用竹灭在上面 打上了几个结才算是完事 至于烤全羊部分的话 这会自然是没有烤肝的 大美那是采用芭蕉叶 将其包裹在了树叶之中 再用竹灭绑砸牢固 最后的话 之前编织出来的两个简易的竹框 便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将作为承载竹肝和烤全羊的容器 在离开那片充满自然馈赠的雨林之前 大美首要确保的是安全无鱼 她细心地熄灭了所有火源 让这片土地恢复宁静 安全始终是她行动的首要原则 至于那遗留在原地的热水器 虽已失去热源成为普通水源 但她相信这份便利 或许能为后来者带来一丝惊喜 成为她留给这片土地的又一份宝贵财富 归家的大美 心中满载着收获的喜悦 那些新鲜食材不仅满足了味蕾 更点亮了生活的色彩 这份好心情促使她动手改造其老屋来 尤其是那张蒙尘已久的餐桌 成为了她改造的重点对象 餐桌虽旧 但主体框架依旧坚固 只是荷叶处的螺丝脱落 让这张餐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大美拿起纱布 如同艺术家般细心打磨 荷叶上的铁锈逐一褪去 餐桌面板也在她的桥手下重现光泽 变得洁白而明亮 她深知 细节之处见真章 每一处打磨都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了增强餐桌的稳固性 大美不仅加固了荷叶上的木板支撑 还巧妙地运用了长螺栓连接桌腿 使得桌腿部分能够灵活移动 即便于收纳又节省空间 这种设计不仅实用 更透露出一种生活的智慧与创意 当改造后的餐桌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无不赞叹大美的手艺与巧思 这张餐桌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不仅承载着日常的饮食之需 更成为了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随着日子缓缓流逝 家中的山羊肉也悄然见底 大美决定今日踏上一次野区横生的狩猎之旅 旨在寻觅新的食材已丰富餐桌 这附近也唐星罗其步 应久无人计 池中的鱼儿自得其乐 数量颇为可观 然而徒手捕鱼绝非一事 尤其是面对这些虽体型不大 却有素惊人的小鸣 他们在水中穿梭自如 仿佛是大自然中的精灵 让人难以捉摸 但大美凭借着他那娴熟的补物技巧 很快便有所掌获 一条重打小半斤的大鲫鱼 被他稳稳轻破 随即被投入锅中 准备成为晚餐的主角 这大鲫鱼似乎不甘就情 腰腹间力量惊人 尽数次借助腰间盘的惊人弹跳力 从锅中跃出 企图逃脱命运的安排 但大美眼疾手快 每次都能迅速将其捉回 重新投入锅中 场面既惊险又充满乐趣 眼前的这片小水坑 虽看似不起眼 实则暗藏玄机 由于四周草木丛生 水面常被遮掩 实则水域辽阔 为了更有效的捕鱼 大美提前放掉了部分水 却也意外地将大部分鱼儿 引向了下游的大水坑 尽管如此 他并未气馁 反而将目标锁定在了那片更为丰饶的水域 为了更高效的捕鱼 大美再次展现了他不拘一格的智慧与勇气 决定打通一处有落差的排水区 而且这一次大美的目标明确 那就是捕捉大鱼 因此只是用鱼叉来拦住排水口 这样的话小鱼都能走 唯独大鱼逃不了 而在大部分水被排出去之后 水坑底部的淤泥之中 可是出现了一条超级大鱼 这条大鱼怕是得有个一米多长 大美想要活抓对方可是太难了 不仅力气很大 而且浑身还很滑 几次都已经抓住了 又被对方逃走了 于是乎大美也不再考虑活抓多方了 而是拿上了鱼叉 开始对着下方出起了手来 不过大鱼似乎也是明白鱼叉的威力 立马便跑到了过溪的深水内藏匿起来 搞得大美那时拿着叉子在里面一顿猛渣 却是叉叉都落空 着实是气人啊 不过水坑目前就这般大小的面积下 大鱼也是不担心抓不到对方 一番摸索之下大鱼又一次被大美给逼了出来 而且还被大美推到了潜水区域 这下手握鱼叉的大美总算是可以发挥出鱼叉的威力了 接连着就是挤鱼叉狠狠地扎了下去 鱼是虎 很快的 岸上便出现了一位英姿萨爽的女壮士 她肩膀扛着鱼叉 鱼叉插着一条超级大鱼 开心地向着老家前行 这条大鱼虽然很大 但是早就没有了气息的它 那也是只有任命的份了 直接被大美带回了家 这样的极品大鱼可是可遇不可求的 为此大美决定要好好地施展自己的厨艺 不然那是对不起这条大鱼 为了烹饪大鱼 大美先是采集了不少的荷叶 说实话荷叶烹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 那是十分的期待啊 随后大美又开始清洗起了大鱼来 当然鱼也是顺便地给清洗的一番 先后将大鱼清洗赶紧 并将内脏都去除掉之后接着便准备起配料来 切碎的香茅草不仅是增香而且还能去腥 再加上辣椒混合后 再加入食盐和味精等调料 至于大鱼的话 由于鱼太大了 直接腌制起来绝对是不入味的 为此大美还在大鱼身上开了不少的花刀 这样的话接着再将调料涂满大鱼的全身 以及花刀部处腌制起来才入味 原本猜测大鱼估计是绵鱼类的 但是看到鱼头时又觉得不是 有认识的吗 在一番充分的腌制之后 接下来大美收集来的荷叶便有了用武之地 那便是用来包裹大鱼 而且为了包裹住大鱼 大美可是煞费苦心啊 因为鱼太大 直接包裹那是没法搞 于是乎大美便采用了分段包裹的方法处理大鱼 最终总算是将其给包裹住 在大锅之中放上一个碗 大美又搞了一个竹蒸笼 主要是家里的蒸锅都太小了 只能这般的操作下 才能将大鱼放进去蒸熟 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放到火上蒸鱼即可 当然只有菜可是不行的 大美还煮了一锅米饭 煮了好一会儿 大美确认大鱼已经熟透 就摆出了他修好的折叠餐桌 他小心翼翼地把大鱼从荷叶里拿出来 放到盘子里 嘿 这鱼可真不小 连家里最大的盘子都快装不下了 大美一层一层地剥开荷叶 就像是在拆礼物一样 里面的大鱼终于露了出来 哎呀 真是太好看了 又香又诱人 荷叶的清香和鱼肉的鲜味混在一起 让人直流口水 大美忙活了一天 早就饿坏了 一看这鱼 眼睛都亮了 他赶紧拿起筷子 加了一大块鱼肉 蘸了点调料 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鱼肉的味道 简直了 比大美想的还要好吃 荷叶的清香加上香茅草的香味 混在一起 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大美也忍不住开动了 一口气吃了半条鱼 才想起来还有米饭没吃呢 不过这一餐 他吃的那叫一个满足 肚子都撑得圆滚滚的 幸福感爆棚啊 饱餐一顿 酣睡一夜后 大美精神焕发地启动了他的猪肉自由计划 决心将主房旁的猪圈改造成养猪场 然而 首要任务是修复并搭建其主房与猪圈之间的走廊 以便顺畅通行 考虑到走廊横跨池塘 竹子成为了最理想的建材 幸运的是 附近老房子遗留下的长竹子既充足又质量上成 大美便动手收集起来 避免资源浪费 走廊的修复工作并非从零开始 主屋与猪圈兼原有的立柱和支撑板依旧坚固 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工作量 大美首先着手将长竹子巧妙地架设在支撑平台上 为了确保安全 他细心地将池塘水排干 为施工创造便利条件 面对两端连接点的斜面挑战 大美巧妙地将竹子切割成相应斜面 实现无缝对接 既稳固又美观 随后 他在每根立柱两侧各加装一根短木板 用以固定面层竹子 防止行走时竹子滑动带来的安全隐患 不仅如此 大美还细心地在走廊两侧及顶部安装了挡板 既防止竹子纵向变形 又增强了整体结构的稳固性 考虑到走廊两侧紧铃池塘 存在跌落风险 它更是周到地加装了护栏 确保通行安全无忧 由于老竹子部分已经用完了 在制作护栏时 大美只能到附近收集来新的竹子制作 制作护栏时 首先便是要处理出大量的一定高度的竹皮 这部分工作对于大美来说那是相当的简单 锯出竹筒后 接着就是框框框的一顿劈砍即可 当然 护栏部分的主要受力框架 那还是必须采用木棒才行 毕竟过长的竹子框架受力不如木结构 为此 大美那是在每一根走廊支撑立柱两侧 都分别用钉子固定上一幅木板 而后才将长竹子用钉子固定在立柱之上 两侧的长竹子便是整个走廊护栏的护手部分 在将护手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护栏的中间部分还是很空的 一来是安全性欠缺 二来还不太美观 这个时候大美之前劈砍出来的竹片便有了用武之地 他们被大美按照交叉连接的方式 一一地固定在了走廊底部和护栏竹子之上 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一个量大 但是难度上倒是没什么难度 不外乎就是所需的时间比较多而已 在大美的不懈努力之下 走廊的护栏建设也是相当的快速 而且看起来也是十分的漂亮 最终花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走廊部分算是彻底的建设完毕了 之后大美可是特意地进了一趟城 回来后便挑战了一对小猪仔归来 他们可是大美猪肉自由计划的最为重要的一环 毕竟想要壮大养猪事业 大美呢必须要靠着猪仔快速长大 再生下大量的小猪才行 经过走廊将两只小猪带回到猪圈之后 大美可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两个小宝贝给倒了出来 让他们入住了新家 不过新来的小猪仔对于陌生的新环境还是很害怕的 哪怕大美只是将猪草扔给他们 都是被吓得凹叫 猪圈的框架虽已稳固 但在喂养之际 大美敏锐地发现缺少了关键的猪草 于是 她决定亲手打造一个既实用又美观的猪草 对于心灵手巧的大美而言 这并非难事 她依据所需尺寸 精准地切割出五块木板 随后以钉子为梅 将这些木板巧妙地固定在一起 不多时 一个外观简洁大方的木质猪草便应御而生 完成猪草后 大美立刻将其送至小猪们的领地 鉴于天气炎热 她还细心地用水管为小猪们冲了个凉爽的凉水澡 让他们感受到一丝丝凉意 至于猪食 大美更是精心准备 她将烹煮好的玉米面粉与新鲜的小白菜巧妙融合 充分搅拌 制成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猪猪借美食 待猪食温度适中 大美便轻不来到猪圈旁 将这份美味缓缓倒入猪草之中 两只原本对大美略有戒备的小猪仔 在美食的诱惑下瞬间放下了防备 兴奋地冲向猪草 大口大口地享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盛念 他们的吃相憨慨可惧 看得大美心中满是欢喜与满足 自从迎来了两只小猪仔 大美便化身为他们的专属营养师 每日精心调配着猪借的顶级美食 玉米糊糊与新鲜小白菜的完美搭配 偶尔还添上几颗芭蕉树系列 与玉米面混合 这样的豪华餐点让小猪仔们吃得津津有味 仿佛置身于美食的天堂 幸福的几乎要飞起来 然而 这份幸福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 为了照顾小猪仔 大美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荒野求生计划 长途跋涉 数日不归的探险生活变得难以实现 因为她深知 家中的小猪仔正等着她的定时投位 这份牵挂 让她即便渴望远方的自由与挑战 也不得不暂时按下心中的冲动 于是 大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式 在近处的山上体验短暂的野外生活 今天 她带着忠诚的狗子 踏上了收获老生姜的旅程 虽然抵达十山姜的叶子已大多枯萎 但这并不影响大美对丰收的期待 在她的桥手下 一颗颗发育良好的山姜被逐一挖掘出来 尽管种植后并未给予过多照料 但这些山姜却以惊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 每一颗都受大饱满 令人赞叹 随着挖掘的深入 大半个小时后 地面上已堆满了沉甸甸的山姜 这是大自然对大美心情耕耘的最好回馈 当然 挖山姜也是个枯燥的活 对于活泼的狗子来说着实是有些无聊 不一会功夫就不知道跑哪风去了 原本开始将山姜收入到贝瓏之中的大美 也是没怎么在意的 不过收着收着就听到了狗子的叫声 急促且连续的叫声之下 大美也是不敢大人 毕竟这里虽然是近山 但是时不时也会有毒蛇野猪的出现 别一不小心带走了狗子就不好 但是当大美来到狗子身前时 只见狗子竟然对着一个洞穴探出了狗笛子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似的 大美见状心中立马便有了猜想 毕竟这个洞穴可是在竹林边上 而后查探下又发现了竹鼠的巴巴 这下她可是清楚了 里面绝对是有竹鼠 于是乎 大美呢是直接拿来了十字堡 开始对着竹鼠洞穴开挖了起来 毕竟近乎二十多天没有荒野求生 没有打野生活 这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 今儿的这个竹鼠洞可以说是送上门来的 大美自然是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打野到外加十字堡 对着地面就是一顿堡 一幅不抓到竹鼠不罢休的模样 而随着大美越挖越深 很快的 从被挖掘出来堵在鼠洞处的泥土之中传来了一动 这个时候的大美那可是十分的小心 慢慢地清理起了洞口的泥土来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里面的竹鼠那也是时不时地拱着泥土 慢慢地便将竹鼠头给露了出来 这让一旁的狗子看得那叫一个激动不已 对着竹鼠就是汪汪汪地开始叫唤起来 最后时刻 那更是直接上去 拿出了狗子的独门绝技躲袍 对着竹鼠洞周围就开始跑了起来 不过狗子那是狗杖人士 叫得很凶 刨坑也是刨得很欢乐 但是就是不敢下口抓竹鼠 而里面的竹鼠似乎也是看出来这只狗子比较索 那是直接就在洞口看着狗子装模作用 不过有着狗子在那里 至少竹鼠不敢轻易跑出来 而大美也是赶紧地在周围砍来了一大截的竹子 准备利用竹筒将大竹鼠给装进去 最终一番操作之下 那还是没有直接将其装进去 于是乎大美也是怒了 直接单手将竹鼠给抓了出来 滴溜着尾巴好好地查看了一番大竹鼠的模样 最后才将其给装入到了竹鼠之中 打包带走 喜提大竹鼠的大美那叫一个美滋滋 既然那绝对是丰收的日子 一大被摟的山江 外加一只竹鼠 可是把大美给高兴惨了 赶紧地收拾好东西就下了山 来到山下之后 大美那是迫不及待地在草地上搞了一个简易的火坑 接着收集来了不少的木材 燃起了篝火栏 并且利用竹筒烧起了开水 不出意外的话 这只大竹鼠今儿立马就要实现少走半辈子弯路的梦想 在大美一番操作之下 竹鼠走得很安详 没有一丝的痛苦 18年后又是一条好竹鼠啊 大竹鼠清理之后看起来那是十分的漂亮 肉质肥厚得很 大美开始利用打野刀将竹鼠肉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今儿应该是不打算搞烤肉吃了 这样的竹鼠在我们这里呢绝对是极品以后 价值可是不低 没有个两三百那是吃不上的 不得不说大美今儿的运气是真的好啊 切割好的竹鼠肉那叫一个色泽红润 看起来就十分的有食欲 别说是人了 就连一旁的狗子那都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肉侃 而且大美还在竹鼠肉里面搞了鲜嫩的芭蕉树心 今儿的大餐应该是芭蕉树心炖竹鼠肉了 食材准备好后 再放入到竹筒之中加上少量的水进行炖煮即可 半个多小时后 大美那是迫不及待的将竹筒给打开了 随后加起一块肉就尝了肠咸蛋 味道那叫一个刚刚好 而后也给狗子来上了一块 吃的狗子那叫一个happy 接下来的时间里 一人一狗那叫一个幸福啊 围着篝火唱着歌 吃着肉肉乐呵呵 竹鼠肉融合了芭蕉树心后的复合味道 简直是不要太香 再加上竹筒的清香 将剩余的那一丝肉心都给彻底的抹去 那是好吃到爆的节奏 尤其是狗子 带骨头的那部分基本上是被它消灭掉的 看团狗子这吃相就知道这鸡品美味有多好吃了 最终大美和狗子那是吃得无比的高兴 而这一餐更是让大美荒野求生的心情再次无法压制起来 于是乎 两日之后 大美又一次背上了她的行囊 开始了新的荒野求生 不过这一次的时间不长 因为她找了波妹帮忙照顾三四天的猪仔鞋 时间太久了也是不太合适 而且这一次 大美甚至还将弓弩都给带上了 可惜的是这第一次出手没有击中猎物 但是大美倒是在附近找到了一个好位置 一个悬崖下方有着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这里不仅地势平坦 而且崖壁还能遮风挡雨 可以说是建造庇护所的绝佳位置 大美先将火堆给升了起来 有了火源的情况下可是会安全很多 接着那是找来了竹子 将自己带来的板厨给装备了上去 利用大板厨清理地面的话 那是一个高效快捷 尤其是挖掘地面的时候 很快地便将地面凹凸不平的地方给整平了 场地平整好之后 接下来要建造庇护所的话 那就必须有着充足的材料 由于大美这一次待的时间不会太长 为此竹子部分也不需要新鲜的竹子 而是收集了不少的老竹子 这样的话速度可是会快上不少 老竹子些处理起来很是方便 大美按照自己所需的竹子尺寸以及形状 很快地便将它们砍成了竹片 并且将竹节部分一一地削掉 随后大美先是在土层之上 搞了六根半开的大竹子铺设上去 半开的竹子高度下 可以有效地隔绝湿气 接着大美又将剩下的小一些的竹片 一一地铺设在了半开的竹子之上 这部分竹片需要半开的竹子面层 全部铺设完毕 毕竟这可是大美庇护所底面 或者锁床面部分 为了防止竹片滑动 大美还采用了钉子 利用鸭条将所有的竹片 好好地固定了一份 底面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墙面部分处理了 而墙面部分的材料 则是大量的棕榆树叶 不过大美并未采用树叶的叶片部分 而是将叶片去除掉之后 利用剩余的金杆部分将庇护所围了起来 棕榆树的金杆部分韧性不错 将它们弯折起来之后 便可以打造出一个顶部式弧形的庇护所 不得不说大美的庇护所 还是很有创意的 这样的操作那真是三般的小母牛 不是一般的牛啊 在将顶部绑扎完毕之后 大美还在其四周加上了几道圆圈 并且牢牢地绑扎在了一起 这样的话整个庇护所的结构部分 才会比较牢固 原本大美是打算采用树叶处理雾面的 但是考虑到时间问题 也就放弃了 而是采用了防水布直接罩住雾面骨架 最后还在防水布外面搞了几根树藤 将其缠绕起来 并且绑扎牢固 这般操作其实和骨架部分的处理 那是一个道理 都是为了加强庇护所的牢靠性 毕竟要是大风一刮庇护所就散了 那可就尴尬了呀 处理完这部分后 大美还考虑了一下庇护所的隐蔽性 毕竟如果采用树叶做墙面 隐蔽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只是用防水布就太扎眼了 为此 大美可是收集来了大量的干树枝 将这些树枝一一地布置在了庇护所的四周 这样的话远远地看去 只会认为这是一棵枯树而已 完成这一系列精细的工序后 大美的庇护所迎来了收尾的关键 大门的安装 它巧妙地运用打野刀 制作出轻薄而坚韧的竹片 并细心地去除了所有竹节 随后 两根坚实的原木被立起作为门框 竹片则被一一巧妙地固定齐上 构成了一道既简朴又不失实用的大门 为了与庇护所的整体伪装相协调 大美还特意在大门上插满了树枝 使其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达到了几乎难以察觉的隐蔽效果 当整扇大门稳稳当当地安装完毕 那种严丝和缝 浑然天成的感觉 让大美不禁对自己的手艺感到满意 至此 庇护所的建造工作圆满结束 大美将背包 电子以及食材一一安置妥当 准备享受着辛勤劳动后的片刻宁静 忙碌了一整天 她尚未品尝过一口食物 此刻的饥饿感更添了几分对晚餐的期待 幸运的是 庇护所不仅地理位置优越 附近还有一股清澈的山泉 为她的野外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为了烹制晚餐 大美巧妙地搭建了一个竹架子 上面正烤制着当地的特色美食 米肠 这看似不起眼的黑乎乎食物 实则内涵乾坤 大米 猪血 猪肉与多种调味料的完美融合 让人垂涎欲滴 经过一番精心烤制 米肠变得热乎乎 香气四溢 大美将其切成块状 趁热品尝起来 那份满足与幸福一于言表 有山有水有美食相伴 新生活的第一天便如此惬意 大美的心情自然是格外舒畅 对未来的荒野求生之旅 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与期待